绝望的父亲面对了碎尸绑架而便侵犯自己亲生女儿的凶手 凶手竟然还说这是自己的小爱好 就算拔枪把他逼了 这应该也是正常的结果 1990年7月14日临近的夜晚 被一段冰冷的口供打破 一名杀手平静地挥着他绑架女孩的全过程 他的声音如同夜风穿吐零件 令人不禁打了个含着 鼠叔在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却发现被绑架的竟是自己的骨肉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浮出水面 这名女孩只是她的受害者之一 一位幸存的受害者直径沿背负着那道黑暗的记忆 她哽咽地回忆 我在她的魔掌中增长 她试图将我投入那辆面包车 我拼命呼救 但母亲听不见我的声音 回望那些受害者的往事 其中一名来自英伦的女孩尤其令人驻悟 1983年7月18月 在高速公路旁的特维扩罗斯 一名过路人发现了她那已然禁止的身躯 案发现场恐怖自及 女儿被发现是赤身裸体身体已经严重腐败 尽管警方根据牙齿记录 你确认其身份 但你一件心碎的事是摆在眼前 警方决定联系知名女孩的父母 他们心中满是疑惑 这会是他们失踪的女儿吗 当这对父母感到警局 面对的却是一抹恶魔 那具无生命的遗体 正是他们自爱的女儿卡罗琳霍格 验尸丸在检查卡罗琳的遗体时 发现了一件念痛心的细节 有缘右手捂住了她的口鼻 让她无法呼吸 而她身上的伤痕 又暗设了性侵的可能 这一发现 使案情变得更加朴朔迷腻 如果凶属原本无意杀爱她 为何又要施以暴行 神又将她遗弃在如此显眼的地点 这个凶手她并不掩饰自己的行踪 警方甚至考虑到了凶手的心理 或许她认为只要自己不被抓到 卡罗琳的时序意识 就是她行恶的理由 即使是错的 狮子警局联合起来 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谋害案调查 他们推荐凶手 闭眼使用了车辆 才能到达那个偏远的犯罪现场 因此 他们在卡罗琳并发现了附近 道路赛下记录过往车辆的车牌号码 防止凶手再次出案 随着调查的深入 许多关键信息浮出水面 成为了案件的关注焦点 在卡罗琳失踪的那天 游目击者看到一个戴脚框眼镜 头发稀缩的男子在他玩耍的地方出现 他们目睹该人跟随卡罗琳前往附近的游乐场 一位名叫詹尼夫·布斯的女孩注意到卡罗琳和那名男子坐在场上 听到卡罗琳对他说了一声好的 用目击者告诉警方 当他们在晚上几点半转又离开游乐场时 卡罗琳显得很后怕 那时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警方立刻采取行动 收集了目击者证实 试图找到那个图顶男子 北安布里亚警察局的赫赫被选中 负着查案 他在北安和莱斯的警察局设立了特别房间 协调不同紧密共享信息 此时 警方仅掌握两条线索 凶手使用的车辆和目击者描述的外貌 由于犯罪的方式和地点 警方推测凶手是抓住机会行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 警方的焦虑日益加剧 他们担心如果不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 另一个无辜的女孩可能会遭受卡罗琳同样的命运 然而最坏的预点比他们预期的来得更早 1986年4月19日 萨拉哈普在前往街角商店的途中失踪了 于克军警方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 一名六狗的男子在特伦特河附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 一名女孩的尸体被发现 他被堵住嘴巴并捆绑着漂浮在河中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 他们震惊地发现 受害者竟是萨拉哈普 她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7点50分左右 在去附近商店的路上被绑架 验尸真正地揭露了B层的真相 萨拉遭受了头部轻微的瘀伤和手臂上的抓伤 以及其他极其严重和可怕的伤害 科学手段后来确认她的死因是溺水 也就是说她是在被放入水中之前还活着的 警方感受到了前手未有的压力 在混乱中他们回忆起萨拉失踪前曾去过一家当地商店 于是他们决定访问该商店 希望能找到关于她最后心中的线索 在与店主交流并展示萨拉的照片时 警方得知了一些不寻常的情望 店主证实在萨拉之后 有一个脱顶的男子进入了商店 随后紧跟着萨拉离开 萨拉最后被两个女孩看见 她正沿着通往家的小巷前进 这意味着萨拉在晚上7点55分还活着 但她离开商店后去了哪里 那个脱顶男人又是谁 警方的又就是直播 他们进一步深入调查 与社学中在萨拉失踪当天 见过她的每一个人进行了对话 他们辛勤的工作终于有了回报 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 在萨拉被绑架的区域出现过 更令人怀疑的是 萨拉可能走向街角商店的小路附近 有两名男子徘徊 其中一人被描述为身材魁梧 突顶 其说警方对这辆面包车和该突顶男子 在两起安静现场附近的出现 是否纯属巧合之怀疑态度 杨烨在萨拉的遗体被发现数日后 更多目击者的阵子如潮水般涌现 结识了关键线索 一位目击决向警方透露 他在3月26日晚于9点15分 看见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停靠在索尔河畔 一位身材魁梧的突顶男子静静站在车旁 这一描述于当地居民的提供不谋而合 警方开始严肃考量这些证词 警方很快推断出杀害上拉的凶手 在将尸体抛入河流前 可能沿高速公路行驶 他们知道要覆盖那段距离 凶手必须有加油的行动 又是西约哥和诺丁汉的警方 开始在高速公路上的所有服务站展开调查 只要发现3月26日或27日晚上的议程活动 在一家服务站 一位缘故回忆去在3月26日晚上看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尽管司机的面容模糊 但这一细微的信息 却成为了全国范围搜寻涉案男性的关键线索 随着调查案深入 侦探们发现了一些令人镇静的事实 这些事实将案件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约克警方的侦探约翰在审视案件档案时 虽然最初会将萨拉的失踪与卡罗林的谋害案联系起来 然而一个职位较低的叔叔博尔特 他却指中了萨拉哈普和卡罗林霍格案件之间令人震惊的相视之处 卡罗林在周五晚上约7点被绑架 而萨拉则在周三的七八点钟左右 一三案案不同 卡罗林被绑架的是在银行驾击前的周三 所有这些线索让伯尔特相信绑架者可能是一名在北部有联系的工人 周末可能需要回到南部或住在南部 更加贵的是 他们的遗体都在英格兰莱斯特的阿比德拉署附近 26英里的范围被发现其实几乎未加掩饰 萨拉的遗体相对完整 而其他受害者自已服了 周围评估伤势和重建案件经过带来了复杂 到了1986年11月 萨拉的案件正是与以西列罪行联系起来 接受了同一名秃顶男子驾驶白色面包车 绑架了卡罗林和萨拉 并对他们的死亡负有责任 在一次紧急会议后 调查员寻求佛伯勒的帮助 创建凶手的心理答案 因为他们认为理解凶手的行为模式至关重要 佛伯勒在1988年初完成了这份答案 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帮助英国警方理解凶手的心理 但这个答案对他们来说有点意外 答案中描述的凶手可能是一名30至40岁之间的白人男性 更可能是40岁左右 答案推测他从受害者那里收集纪念病 这是典型的杀手行为 在分析了这份答案后 警方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凶手 他们需要尽快解决这些案件 正当他们以为可能抓到一丝线索时 更多令人不安的事件开始浮出水面 显然凶手并没有停止暴行 随着另一个女孩成为她的受害者 抓捕她的紧迫性愈发加剧 1988年4月24日 诺丁汉警局迎来了一对焦虑的夫妇 和他们的女儿特雷莎索内尔 特雷莎显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恐怖的遭遇 她向警方描述了那天晚上的可怕经历 她和男友安德烈比斯特分别后 自己独自走在洛顿街上 一辆面包车在她面前慢了下来 特雷莎回忆道 我正走着 那辆蓝色的面包车停在街对面 那家伙下车了 她走到车前假装清洁引擎盖 对我喊道 你懂车吗 我没答应她 下一秒 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身边 我被紧紧夹在两臂之间 她用手捂住我的口臂 我几乎喘不过气了 特雷莎拼命反抗 双脚踢打 甚至咬伤了那人的前臂 在一番搏斗后 特雷莎的尖叫声引来了男友 安德烈的注意她及时赶到将她救出 这起未遂绑架案被附近一家银行的安全摄像头记录下来 但仅捕捉到了特雷莎和安德烈逃离的画面 警方根据两人的描述 得知那名男子 邋遢 操纵徒顶 像摔跤手一样的体系 当这些特征与过去案件中的嫌疑人打案进行比对去了 他们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确信他们正在追踪的是同一个连环杀手 两年过去了 社区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 他们渴望警方能给出答案 1990年7月14日 警方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位女性声音颤抖地报告她的女儿被一辆面包车绑架了 几分钟后警车迅速赶到现场 找到了目击者戴维赫克斯 他描述了自己看见的绑架过程 戴维在修剪草坪时看到邻居的小女孩走过 一辆面包车司机正在轻挤挡风玻璃 突然间小女孩消失了 司机急忙跑回驾驶座发动车辆逃离 戴维凭直觉意识地发生了绑架 他记下车牌号码并通知了女孩的母亲 当警察开始根据戴维的描述寻找面包车时 他们惊讶地看到那辆车正死向他们 警察立刻拦下车辆 将37岁的司机罗伯特·布莱克逮捕 在车内 叔叔们发现了一个睡袋里面藏着一个被绑住 头套着袋子的小女孩 正是其中一位属入的女儿 你说假如该父亲立马把枪射杀罗伯特 是不是该判无罪呢 尽管警方及时行动 但不幸的是 罗伯特已经对他实施了暴行 在回去警局的路上 罗伯特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他说那是一种冲动 我从小就喜欢小女孩 我绑住她是因为我想留住她 直到我把包裹收完 我本来打算放她走的 车内的搜查揭示了更多令人不安的证据 包括束缚工具、相机女孩、衣物等 罗伯特对这些物品的解释同样令人毛骨松人 他从这是他长途艺书史的小爱好 伦敦警方对罗伯特的住宿进行了搜查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杂志书籍照片和视频 其中58部描绘不雅头像的视频和电影 罗伯特自称是在欧洲大陆购买的 发现的物品中还包括数件衣物、六幅眼镜 和一份1988年特雷莎 1990年12月一场长达六小时的录音采访 在数数的安排下进行 这次会谈之在深入探究罗伯特的内心世界 以收集关于他过去行文和动机的关键信息 采访开始时 罗伯特叙述了他与第一个受害者 珍妮福卡迪的遭遇 他详细描述了如何将他引游到公园的过程 以及如何残忍伤害该女孩的过程 珍妮福的遗体在六天后被发现 事件报告显示他死于溺水 在采访中罗伯特提到了他无论如何都会失去意识 这表明在他看来 一旦受害者失去了意识 便可以随意对他进行侵犯 对于罗伯特来说 只要他没有被当场抓获 他就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过程犯罪 那么罗伯特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可怕的思想呢 他出生于194年4月21日 在苏格南的格拉摩长大 随着身体的发音 他对那些扭曲的兴趣只争不减 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经历 塑造了他的心态 助长了他的黑暗幻想 他回忆起童年的一刻 记得有一个顺难节 应该自己表现不好 所以没有得到任何礼物 只得到了一个墨西人赠送的足球 罗伯特也曾经渴望着一个普通孩子的简单众王 但命运的残酷让他从未尝过童年的甜蜜 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发现的那个隐蔽之地 位于古王石这个异域 那是一家五名的小店 外标普通 那里藏着秘密 在那里 他找到了一本名为Lolatop的杂志 唤醒了他心底的欲望 在他扭曲的心灵深处 他幻想着一个愿意渴望与他共探晋级之地的孩子 他对自己的迷恋感到困惑 不明白为何他总是被无助之人所吸引 将他们视作猎物 但在罗伯特的眼中 他希望他的受害者能够热情地接受他的邀请 沉溺于那晋级的游戏中 在面对审讯者的质问时 他试图解释自己的欣慰 但言语中透露出迷茫和混乱 他试图通过反复的自我辩解来化解内心的罪恶感 当他回顾童年 他并不是在寻求同情 而是在试图说服自己 他的心境不过是对童年遭遇了一种反应 他自认为既是他的行为保证了受害者的死亡 但他并不希望他们感到痛苦 希望他们在无意识中得到解脱 罗伯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回忆前那天 他独自一人遇到的一个女孩 他们坐下来聊了几分钟 后来他试图摸他 虽然部分成功部分未遂 但就好像唤醒了内心的魔鬼一样 采访结束后 调查员对罗伯特的犯罪行为和动机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他们收集更多的证据 为审判日做准备 终于在1994年5月19日的法庭审判 法官宣布了判决 罗伯特因绑架和谋害卡罗林霍格和萨拉哈破 以及试图绑架特雷莎索雷尔而被判有罪 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最低复兴35年 到了2009年新的证据浮现 将他与珍妮弗卡迪的摩埃安联系起来 2011年4月27日 罗伯特因绑架和摩海珍妮弗而被再次定罪 在2016年1月12日 68岁的罗伯特在监狱中因精脏病去世 没有家人和朋友参加他的葬礼 就这样鼓起地离开了这个事件 尽管他已经自学 但关于他的差异并未平息 他是不是可能还与多起未解决的案件有关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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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每次